年假放完除了良辰即日 要拜拜 最重要的就是老闆发的开工红包 但是命理老师说 开工红包可不能随便花 照着四步骤 不只能提升事业运 还能把小钱变打钱 拿到开工红包 先别开心的急着花掉 我们放到口袋里放三天 三天过后再把红包袋 放到办公室的抽屉里 第三步就是把钱放到银行里面 当成发财金帮助你钱滚钱 开工红包放在身上 可以吸收财气 但是也要注意 把钱存到银行之后 红包要好好保存在办公室抽屉 不过不只是员工拿到红包 有撇步 命理老师也提醒 老板发给员工的开工红包 也要注意 红包不可以封口 否则可能把财气封起来 也尽量不要用转账的方式 发红包才能讨个喜气 开工红包正确花 能为今年一整年增添一份好运 赞安权权室高官宇 教育台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